基隆第三分局真的非常离谱 基隆的马林派出所这边 据了解包庇业者清道废徒 所汇8万元 5位远警遭到了约谈 而这位派出所里头就只有6位远警 所以现在除了副所长一个人 可能没有涉案之外 其他人都被约谈了 最新消息是 其中3名远警已经被请回 而所长陈静中20万元交报 这今天清晨的最新消息